一处隐秘的大楼里 一个可怕的生物正在破脚 只见神秘生物头顶长着尖角 黑暗中一双发亮的眼睛格外耀眼 大楼外的女孩不但不害怕 还热情地招呼巨兽过去 巨兽死死盯着外面 紧接着她一个重体踏下 接着一个亡者藐视 然后全速往大楼外面奔去 看着步步逼近的巨兽 众人顿时吓得不知所措想要逃跑 反观女孩从容淡定 丝毫不慌 身后的姐姐急忙上前拉住女孩 然而就在这时 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彩虹糖 直接往前洒去 此时怪物距离众人只有一步之遥 眼看大家小命即将不保 然而就在这时 全速冲刺的巨兽却突然停了下来 巨兽用力闻了闻周围的味道 然后就低头捡起了彩虹糖吃 强大的巨兽就这样被彩虹糖征服 只见巨兽缓缓走向女孩 淡定的女孩赶紧从兜里掏出糖果 放在手心里喂给巨兽 看到如此温讯的巨兽身旁的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吃完糖果后巨兽突然抬头眼泪就像 没过一会 一群跟他长相一样的巨兽就围了过来 与此同时 附近的街道上怪物正在横行霸道 肆意地伤害着周围的人类 一时间周围哀鸣声刺激 然而就在这时 怪物突然闻到了空中危险的气味 四周突然传来了阵阵马蹄声 此时一群独角兽正浩浩荡荡地往这边冲来 意识不妙地常发怪物直接下场 急速而来的独角兽大军 直接就将挡路的怪物守合一遍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刚刚嚣张不已的怪物顿势下的四处投射 等待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感谢观看